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Gobi 今天的影片會跟大家分享MEDIC LACE一間屯毛中心 因為我已經隔了一段時間沒有跟大家跟進這個題目 其實MEDIC LACE早在去年中已經聯絡我去試試他們的服務 我特別選擇做前手臂 這個療程是他們的贊助給我的 我也分享一些我自己用家的意見 希望我帶到一些實際的資料給大家 可以做回參考 在進入療程之前 其實需要先做一個討論 以及簽署了一份同意書 希望兩邊都清楚療程內容 才會進入療程部分 其實做療程的之前一天 其實大家需要自行 即是處理了剃了這個毛 我這裡的反面教材 還有其實做療程的時候 大家需要戴上一個眼罩 然後會幫你進行一些清潔工作 以及以後劃分一些區域 因為我手肘的位置 剛巧就有一塊濕疹痕痕 所以它也會刮住 避開的位置不打 之後就到Protest了 就在你的皮膚上打一下 然後就看看有沒有特別過敏的反應 如果沒有的話 就可以繼續做整個療程 其實做療程的時候 除了激光打下去的同時間 也會有一個冷凍劑打下去 感覺就好像被水槍射的 冰冰涼涼的感覺 痛楚也會有的 但沒有之前的兩間那麼大 我會覺得這個比較舒適 之後很快就已經做完了 它也會做一些時候的清潔 以及護理塗一些濕疹 其實那晚也會有少少紅腫的情況出現 但如果不多過兩天就沒問題 我大概三至四次出紋 其實大家可以看看我的手臂 其實我已經沒有怎麼離它 其實已經是差不多 我眼看就 九成了 已經沒有了 基本上是三至四次有這個效果 其實都已經是十分之不錯的了 身上的皮膚是比較敏感 還有因為我有濕疹 其實濕疹是一定會有一個控的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可能我手臂這裡 如果是有這些色素控的話 其實它是會避開不打的 有畫一些marking 等它打的時候就避開濕疹的位置 有一個十分之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那個好像毛一樣的冷凍劑 整個過程來說是真的很快的 基本上打是很快的 15分鐘可能已經結束了整個手臂 包括了所有清潔過程 marking 所有東西都已經做了 那可能快 如果大家屬於一些比較忙 沒什麼時間去做出紋的話 那這間店一定會很適合你 因為真的很快 那因為它那個頭的24mm來說 就是大過其他 就是Dermus Per Face那些很多 有那個冷凍劑在打的時候 你同時噴下去 就即時最多舒緩 即是已經化了 已經化了 沒有氣蒸發了 那它就不會留在皮膚上面的任何東西 那所以呢 又剪掉了你 敷冰的時間 又剪掉了你 茶 gel的時間 所以呢 令整個過程 真的快了很多 冷凍的效果 其實都ok的 那就是它有 它某程度上都舒緩了那一下打下去的痛楚 那不是沒有痛楚 也有的 但是呢 就會立刻按得回 每一部機都有個AI的系統 那因為好像我這樣 我的膚色 可能跟你的膚色 會不太一樣的 那所以它一定要做Protest 那這樣東西 那就讓那個AI就可以幫你分析 到底你自己的皮膚那個色素 是適合幾強的那個755的波長的Laser 還有呢 打那個Protest的時候 其實他們 他們告訴我 就說 其實都會看得到那個反應 因為有時候可能皮膚比較乾 那就會 可能就立刻會有點敏感 起了出來 那所以Protest 那樣東西就是 就是要保證大家 在一個適合做treatment的皮膚質素底下 才可以繼續進行的 那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挺好的地方來的 你平時如果它開打Laser的時候 很著重就是那個治療師的技術 那因為它幫你去調教那個Laser的強弱度 那但是它現在這部機 有了一個智能系統的話呢 那就已經不再需要說 我要某某阿Lisa幫我做得很好 我一路都找他 那但是如果他有之一日 他不排這間公司做 那怎麼辦呢 那就不用怕了 因為基本上那個機器 自己是會調教的 所以哪一個治療師幫你做 都已經不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除了是服務態度的問題之外 都不會找些什麼問題的 去之前呢 都要先自己shave 那因為呢 這個也是他們recommend的做法來的 如果你去到的時候 你未shave的 等治療師幫你那時候做shaving的話 那大家都應該都知道 其實shaving就好像你去角質那樣 脫毛之前呢 做完去角質這個動作 那你就會令你的皮膚更加之容易起敏感 因為其實去角質大家都知道 某程度上都是對皮膚的一個刺激的東西 那所以呢 他就recommend你在打理沙 其實打理沙已經是一個很刺激的治療師 所以他recommend你在打理沙之前一天 就已經自行shave了 這個就可能是大家一個要留心的地方 是不是叫不好處呢 我就... 不可以說不好處的 但是這個地方要大家留意 是需要自己做 就聽到某些朋友的feedback 就覺得呢 就不夠細心 可能他們覺得沒什麼親切感 其實每次去到的時候 治療師都可能是不同的人 沒有那個連繫性 有時候好像我做facial 那個手勢好的治療師 我會找他再繼續做 但是每次去到 可能會有一點 機械式一些 就是每次都有不同的治療師 就是不同的治療師幫你做 我覺得兩體的這件事 有好處又不好處 這個會不會是不好的地方呢 就要大家去考慮 以上就是對Medic Lace的review 我希望以上的內容 對大家來說都有用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 我知道 或者Facebook我 或者問一下我的問題 都無所謂的 我會將網址 所有東西 打到下面的info box 大家記得subscribe我的instagram 和Facebook 我們下次分享再見 拜拜